莫言在书中说过一句话, 事事犹如书籍, 一页页被翻过去。 人要向前看, 少翻历史旧账。 人的本性总是喜欢回头看, 对过去的遗憾耿耿于怀, 对曾经的美好念念不忘。 背负太多往日的包袱, 只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最终寸步难行。 欲识多往前看, 长翻篇, 把过去抛在身后, 你才能为自己的生活书写新篇章。 1. 伤害翻篇 是一种解脱。 希腊神话中, 有个大理神和拉克勒斯, 有次他走在路上, 不小心被一个袋子绊倒, 摔得鼻青脸肿。 起来后, 他愤怒地朝袋子踩了一脚, 谁知袋子非但没破裂, 反倒变大了一点。 他更生气了, 便使劲去踩, 结果袋子迅速膨胀起来, 把路堵死了。 正当赫拉克勒斯无几可施时, 走来一位智者, 对他说, 这是仇恨袋, 你越对抗, 他就越膨胀, 但只要远离他, 他便会笑如当初。 现实中的仇恨袋 无处不在, 每个人都难免遭受打击于重伤。 你若总想着报复, 往往会在纠缠中被扯进深渊, 选择忘却和原谅, 才能让自己获得解脱。 在特殊时期, 纪献林遭到迫害, 被下放到农村, 受了很多罪。 当时批斗他的人群中, 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 多年后, 纪献林被平反, 恢复了以往的地位。 这时, 曾经参与批斗他的一位学生, 写了一部书稿, 想请纪献林提名推荐。 本以为会遭到拒绝, 没想到纪献林一口应下, 欣然作文推荐。 这位学生十分感动, 亲自上门向纪献林道歉。 纪献林却摆摆手, 告诉他往事都过去了, 不必再提。 在他的一生中, 无论遭遇怎样的攻击与诋毁, 他都从不记恨。 相反, 他选择宽容和放下, 将全部心思投入到学问研究中, 最终成为国学大师。 作家王尔德说, 为了自己, 我必须饶恕一些人。 对伤害总是耿耿于怀, 仇恨便会如钉子般 泄入你的心里, 让你的伤口不断溃烂。 忘掉仇恨, 不是懦弱认输, 而是让自己 及时从伤痛中抽身而出。 人生很贵, 不必时刻都背负着恩怨, 用仇恨折磨自己。 学会将伤害翻篇, 宽恕过去的一切, 你才能在轻装前行中 过好当下的生活。 二, 执念翻篇是一种成熟。 知乎上有个问题, 执念太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底下有一个高赞回答, 就仿佛心中藏着一把火, 日日夜夜都在灼烧自己。 人生最大的痛苦, 就是沉溺于执念的牢笼, 把自己活成一个囚徒。 脱口秀演员李雪芹 是北大学霸, 同时也是幽默有趣的才女, 伸手大众喜爱。 但曾经的她, 活得并不轻松, 甚至还用刀子割过手腕。 有记者曾经问起各种缘由, 她便讲了自己的故事。 从小到大, 李雪芹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 她对自己的要求也格外严格, 考试永远要考第一名, 什么事情都要让父母满意, 不管开不开心, 自己都要做无私的好人。 但这种追求完美的执念, 却让她苦恼不堪, 经常感到身心俱疲。 再去纽约大学读说事实, 她终于撑不住了, 于是去看了心理医生, 最终被确诊患上了抑郁症。 面对这个结果, 她反而坦然了。 也就是从那一时起, 她不再苛求自己, 允许自己当个废物, 并接纳自己的丧。 她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 讲脱口秀, 拍电影, 写作, 整个人也越来越松弛。 卸下心头的执念后, 她终于过上了真正想要的生活。 宋代文人大夫谷说, 黄金无足色, 白币有威侠。 作为普通人, 我们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缺陷和不足。 如果刻意追求完美, 无法容忍瑕疵, 那么完美就会成为一种负累, 最终拖垮你。 心理学家海兰博士说, 爱上不完美的自己, 改变能够改变的, 接纳不能改变的, 那么, 不管人生如何跌宕起伏, 我们都能活得宁静和谐。 将执念翻篇, 少点苛求, 多点接纳,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善待。 三, 得失翻篇, 是一种境界。 义书曾在书中说过, 有得有失, 才是人生, 泄计愤愤不平, 生活本就不能处处游人, 得失以难量。 你若是太过计较暂时的得与失, 往往就会被利益所累, 让自己烦恼丛生。 法国文好巴尔扎克, 年轻时曾报名参加过一个小说征文大赛, 可让他失望的是, 最终他的作品落选了, 连三等奖都没获得。 而那些获奖人中, 有很多人的名气都远不如他大。 巴尔扎克又沮丧又生气, 认为这不公平。 此后两年, 他开始找组委会申诉, 表达自己的不满。 遗憾的是, 他的申诉不但没有得到重视, 反而让组委会成员对他产生了厌烦之意。 一开始, 评委会还向他耐心解释, 后来人家干脆不再理睬他, 因为一直申诉, 他也逐渐花完了积蓄, 后来连买一个面包的钱都没有了。 烦闷的心情加上遭遇到的困境, 让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 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就在他绝望之时, 好友余果找到他, 对他说, 得失心太重, 这恰恰是你最大的缺点, 一个奖而已, 没那么重要。 听到这些, 巴尔扎克沉默了, 继而醒悟过来。 回去后, 他就撤回申诉。 此后, 他不再计较一时的得失, 重新投入到写作当中去, 最后成为一代文好。 很认同一句话, 能折磨你的, 无非是你在乎的, 能困扰你的, 无非是你计较的。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得到和失去的旅程。 很多是你看得越重, 就像往背包里放石头, 越攒越沉, 最终会压垮自己。 忘掉得失, 少些计较, 反而能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不要太在意失去, 把格局放大, 心胸放宽, 生活自会给你更多的回馈。 四, 成就翻篇, 是一种清醒。 李孝来说过一句话, 做人, 最重要的是关注成长, 而不是成功。 因为当成功发生的时候, 它已经成为过去。 过去的成就在辉煌, 若因此而沾沾自喜, 也难免会停滞不前。 将曾经的荣耀放下, 继续学习, 你才能永远为自己增值。 世界冠军邓亚平在14年的运动生涯中, 获奖无数大小赛事的奖杯、 奖牌不及其数。 但退役后, 邓亚平没有留在运动场吃老本, 而是选择去清华大学学习英文。 清华毕业后, 他又远赴英国剑桥大学, 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在的邓亚平, 不再只有世界冠军这一个标签, 而是拥有了更多新的身份, 企业家, 主持人。 主持人马东说, 人要有归零的精神, 空的杯子才能装水, 只有先清空过去的成绩, 才能给未来的机会腾出空间。 冯唐在写作事业正辉煌的时候, 毅然选择去美国读商业管理, 此后跨界进入金融、 投资领域, 成为多个领域的全能王。 经济学家于光元老先生86岁, 早已功成名就的年纪, 开始学习使用电脑, 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发布数百部作品。 现实中, 我们都有过春风得意的时刻, 但如果背负着过去的辉煌赶路, 陶醉于昨日之成功, 那么换来的, 必然是明日之平庸。 生活是一场登山之旅, 每一级台阶, 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若被一时的风光迷住了眼, 停在了原地, 就永远无法看到更为壮阔的景色。 学会将成就翻篇, 别让过去的成功变成现在的阻碍, 保持空碑心态, 脚踏实地往前走, 持续不断更新旧我, 才能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英国前首相乔治, 有次和朋友散步, 每经过一扇门, 乔治总是随手把门关上。 朋友非常不解, 你有必要把这些门关上吗? 乔治微笑着说, 当你关门时, 也将过去的一切留在身后, 然后你又可以重新开始。 你往后看的每一眼都在拖垮当下, 你往前走的每一步都在接近美好。 学会将过去清零, 不纠结, 不执着, 大胆突破自己。 再一次次的翻篇中, 不断更新自己, 让人生焕发不一样的可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